今天是2024年4月6日 我们看看健美健身圈有什么大事 今天时间仅任务集主要几件事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0428长沙职业 昨天就在金世成宣布参加长沙职业铺之后 可以说引起了健美圈的轰动 这次比赛的几位抢手都坐不住了 首先第一个就是雷鹰奇 雷鹰奇有一个绰号叫什么 雷来了雷来了 之前一只212后来古典 这次是不是又是虚晃一枪 准备7月份呢 很有可能 那么雷鹰奇呢 曾经也是金世成的手下败剑 那么从金世成这边看 一直说要打美国职业赛 一拖再拖 金世成有没有可能一直在放烟雾带 心里一直就想着0428长沙职业铺 大麦哥节目曾经说过 金世成是知难而尽 如果打美国赛的话 打国内赛得了冠军直通奥赛 那多简单呀 再打美国赛心里没有压力 所以金世成昨天宣布并不意外 但是另外两名抢手 可以说倍感压力 首先第一个就是台湾小伙子刘翔 第二个就是刘凯 目前看刘翔这次主要目标是什么 两个字冲冠 除了刘凯之外 这三位选手呢 之前都参加过东京职业铺 其中金世成第一 雷鹰奇第三 刘翔第四 这场比赛我们可以看到 金世成从肉量来说 并没有太大优势 但厂商这种亮点 pop out 他达到了 肥肉的分离度啊 干度和紧度 正合适 所以东京职业铺拿了一个冠军 当时呢 金世成的肌肉有一个特点 他造型和肌肉联动起来之后呢 他会给裁判一个假象 在视觉幻象方面 金世成做得非常好啊 所以说这次0428 金世成要来的话 相当危险 有的观众问谁危险 金世成很危险 如果说金世成状态调整不好的话 在台上通过视觉幻象 是两字没用的 那么再看刘凯最新的状态 我感觉腿部非常完美 上肢呢 还是说什么呀 如果百分之百满分的话 他是还是0.9 所以我感觉这次前三名是从刘翔 金世成 还有雷鹰奇中选择 如果雷鹰奇呢 当场棄赛的话 那就剩刘翔和金世成 如果金世成没有提高厂商不泡泡的话 光靠这种造型的视觉幻象 那是相当危险 考虑到台湾同胞刘翔 这次首次参加中国职业铺 那么很有可能呢 这个冠军呢 就会给刘翔了啊 如果金世成没有取得冠军 一定要他心里要做好准备 要有大局意识啊 格局的一定要高 当然了这是刘翔啊 状态好的情况下 最后定夺 还是要看每位运动员台上 最后的啊condition 雷鹰奇呢 东京直接破之后呢 我感觉一直在玩票啊 这段时间他有没有进步 我感觉呢 进步不是很大啊 我个人建议雷鹰奇 你要放一放啊 你要放到7月份啊 再反观刘翔 这次进步很大 从目前的状态来看 肌肉非常干 像当时的这个啊 这个荷兰卫斯里士 赛前状态就已经非常干了啊 所以说呢 摆脱了去年的上台 可能有点水 有点糊啊 有点有点有点软 这种这种感觉 这次刘翔 重点要调整的是自己的状态 各部分肌肉的这种啊 尺寸和饱和度 我觉得都是OK的 金士成啊 他最大一个特点 就是整个上下身比较平衡 他也不是说腿很粗很大 你要说很粗很大 最明显的是这四个人当中 王凯啊 刘凯啊 当然了雷英琪也可以 但是我感觉51%的可能性 雷英琪可能啊会放弃 如果刘翔保持这样的状态 在台上状态又做得很好的话 他取得冠军这次啊 可以说是意义重大 之前我们谈到 Corey Morris 这次阿诺德 英国战队冠军 准备参加11月份的啊 中国职业破 还有两个星期 美国本地赛 很知名大锤赛呢 也即将举行 大锤赛呢 历来都是Morris的主场 所以这次呢 两个星期之后 也就4月份他要参加的话 还能拿个冠军啊 问题不大 还能举起大锤 但是他拿冠军 对于2024年奥赛呢 意义不大 他呢 2025年是10月份之后的比赛 才有意义 所以说 Morris还得来呀 这两天呢 RBB破台湾 破比基尼这个项目 已经完成 同时呢 也在当地举办了 Regional区域赛 比赛选手 由我个人还非常看好的 林蒙谦啊 外号魔术师 首先呢 恭喜小林呢 取得了小组冠军啊 也是一个突破 全场冠军呢 没有能站上肌肉 相对来说比较干 比较紧啊 特别是腿部的这个 裤衩紧绷的 另一位选手 小谢 林蒙谦 自己还有自己的问题啊 首先第一个 就是短裤的问题 首先短裤的选择 是100%错误 一定要把腿紧绷起来 不能再穿 以往的这种 上下一边骑的平头裤了 一定要穿紧绷的V字裤啊 有一定的V字感的 这种感觉 如果说不知道 自己选择 那还OK 如果说已经知道 还让别人 这么让你这么选 你得问一问了 其实小林下肢还可以啊 为什么要掩盖呢 对不对 又不看细节 你就把腿练起来 不就完了吗 第二呢 就是他上台这个状态问题啊 有点有点水 有点软啊 他不干 下次比赛 上台的状态 一定要调整好啊 你看旁边那个冠军 是不是全场冠军 造型来说呢 我觉得问题不大啊 从肌肉的饱满度啊 从尺寸来说呢 我觉得也OK啊 就差那么一点干啊 那么一点紧 我觉得就就好了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你腰啊 腰一定要什么 要收 要紧啊 要缩啊 你这个腰呢 还是有点宽啊 有一点点坠肉那种感觉了啊 下次一定要注意 实在不行啊 你就为干永豪啊 B2你随便挑一个 这次比赛 失败的痛点 你一定要掌教训啊 不能满不在乎啊 通过四人比较 你看看 如果小林稍微干一点 稍微紧一点 腰身再稍微收一点 下身啊 上下下身的裤衩 紧绷一点 像这个小谢似的右边 对你就是冠军了 这次我觉得啊 这个实际也挺好 长个教训 长个经验 肉量上去了 加上小林呢 他长得下挺英俊的啊 小伙子啊 符合未来职业联盟这种啊 阳光健康男子健体之星 那么简单四个字 什么呀 可塑之才啊 这次驱赛的人数不多啊 比基尼项目一共是六位啊 五位啊 那个韩国选手取得冠军啊 直通了奥赛了 本地赛主场不一定有优势 大家记住啊 一般都遵循什么呀 我在你那儿拿 你在我这儿得 南美阿诺德战 本周末马上就要进行了啊 大家俩尼尔克尔呢 把这个阿巴西健美 第一人弟子呢 拖出来 他拖出来之后 我们就必须要提到陈灰 那陈灰之前和米若斯走得近 现在又跑到尼尔克尔那儿去 你看看尼尔克尔下边弟子 都是奥赛型冠军型啊 陈灰给尼尔克尔能带来什么 是这个弟子能到奥赛得冠军吗 阿诺德能得冠军吗 在海外非常知名吗 这个并不是说尼尔克尔所看中 那毕竟是徒弟多了 那不能全都得冠军 尼尔克尔最近要自己盖一房子 来吧 接下来这场比赛 本来金士诚要参加 0413夏洛特 再拖最后拖成0428了 我们看看2022年 本伟德自然职业赛的第13名 和我们的鬼背小黑两个人背谁厉害 两个人背的花纹的不太一样 左边这个选手呢 单他的两大素挺厉害 但是他上斜方机这个部分 还是有待提高 但是鬼背小黑呢 整个背部两大素呢 很宽很宏厚 一起来看还是什么呀 鬼背小黑厉害 一件是这哥们还参加 本伟德今年自然职业赛吗 最后的英国大黑 我看呀最近啊有接班人了 这哥们也关注好几年了啊 只能说缓慢提高啊 他和英国大黑呢 感觉整个身材啊心形啊有点一样 如果英国大黑出点事 他将会取代 好了今天时间仅仅5集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